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本的頻道 我也在這個頻道分享 股票投資判斷方法以及儲股標的 希望大家可以藉此獲得一些理財知識 找論邁向財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感謝股友以及頻道會員的支持 肯定三本的付出與價值 你們的鼓勵是我最大的創作動力 今天的影片從每月開銷 緊急備用金 投資加碼金 帶大家深入了解 如何定期定額來投資元大高息低波00713 同時也帶大家了解00713的便宜 合理 昂貴價位 以及如何使用00713 來cover生活中的各種開銷 在此之前 不用了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 和按下小鈴鐺後打開全部通知 這樣一來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收到三本的投資分享 中國的用意就是使用 ETF或者股票的配息 來致富生活中的開銷 而關鍵的因素 三本認為在於 累積的張數 以及我們買入的成本 累積的張數夠了 ETF配息的金額 才能達到被動收入的目標 5000 1萬元等等 買入的成本夠低 表示我們花的錢 CP值比較高 100萬買進00713 25張 更100萬買進00713 20張 這個成本價一定差很多 而且較低的成本 在面對股市的漲跌 你也能更鑑定地一直存股 在開始存股的過程中 我們要先計算自己一個月 能拿多少錢出來投資 以一個中部工作三年的小資族為例 每月開銷如上表所示 三餐花費 手機 保險 零零總總費用 總共為 21900元 這邊建議各位把一年的費用貪入12個月 年同薪水中該扣足的勞健保 福利金等 都把它納進來 完成每月開銷費用表後 繼續展開每月薪資表 如上表所示 把每月薪資33000 以及兩份年中 除以12個月後 以及加班費納進來 可得出總月薪4萬元 這4萬元扣除每月開銷21900 結於18100元 就是我們每個月能投資的金額 接下來要如何購組定期定額投資的部位呢 三本會把它分在三個儲蓄戶內 包含緊急備用金 投資加碼金 定期定額費用 首先先把緊急備用金存滿 緊急備用金會抓6個月的生活費 所以備用金額為13.2萬元 儲蓄完緊急備用金後 就可以開始依比例分派投資加碼金 以及定期定額費用 若是以18100元可投資金額 三本自己會將定期定額費用定在12000元 投資加碼金留6100元 不會把18100元都急著每月投入 12000元以現在的00713 41.9元附近 每月可買入286股 約4個月可購買一張 現在5月19號這一週 00713價格一直漲 一定要預留一些投資加碼金 不要一直追高 才能降低風險 那有沒有定期定額推薦的APP或金控呢? 談到定期定額 三本推薦券商網路聲量第一名的 永豐金 豐存股 它提供了最低100元的投資門檻 而且每個月有9天的扣款日可以選擇 豐存股台股內含有99個股 54檔ETF以及26檔投資組合可供選擇 而且標的陸續更新中 包含最熱門的00878 00713 00888 等ETF都可以進行定期定額扣款 幫助平時忙碌的我們省下許多時間 為生活創造更多小確信 相當適合小資商幫族 除了台股可進行定期定額之外 也有每股定期定額的服務 內含72檔個股 70檔ETF 標的陸續更新中 另外股有關心的手續費也是超級優惠 除此之外 目前永豐金還有投資不滅島闖光活動 股有只要進入官網登陸活動 執行各種教育服務 系統會自動計算個人任務進度 挑戰成功的任務數只要超過5項 即可全面解鎖島主的百萬保障 就有機會參加百萬好禮抽 包括2萬元旅遊金 SwitchOLED版等好禮 最大獎是星宇航空商務艙雙人東京來回機票 既可以存股又可以抽獎 三本會把相關連結放在說明欄 有興趣的股友可以參考 我們回到00713 當我們定期定額投入00713一段時間後 會有一個目前張數的成本價 這個成本價就用來決定投資加碼金 什麼時候要出動 成本價購足的時間可以是半年 或者是一年 當我們需要動用投資加碼金的時候 就是在目前00713的股價 低於庫存成本價 一定的%數時 進行加碼的動作 而此時也因為我們 由每月提播投資加碼金 6100元 經過12個月的累積 目前已經有73000元的加碼金 接下來我們可以設定 我們可以設定股價低於庫存價 下20%時進行第二階段加碼 庫存來達到呢 我們已經得知00713四季配息 那每一年所配發出來的金額 就是我們需得知的資訊 接下來三本計算圖上表所示 2021年配發現金鼓勵3.15元 2022年配發現金鼓勵2.9元 平均年配息金額為3元左右 換句話說 一集每購買16張00713 每一季可領到12000元 每個月就是4000元的被動收入 那以現在00713價格41.9元左右 所需金額需要67.3萬元 只價錢以含內扣費 這樣就可以有效cover 我們每個月的個人娛樂費 那如果是要利用00713配息 來提供每月個人娛樂費 加上伙食費呢 如上表所示 如果我們想要每月1萬元的被動收入 我們需要買入0071340張 所需金額為168.1萬元 這樣00713就能幫忙我們 致富、吃飯、逛街、看電影 或者是買自己喜歡的物品 最後我們來看00713的股價區間 也就是判定ETF的便宜價 合理價、按貴價 目前00713股價41.9元 便宜價、合理價 昂貴價分別為37.1元、42.1元以及48.5元 目前00713的股價落在便宜至合理價上下 便宜、合理、按貴價是由三本 所建立的精算公式 考量現金鼓勵以及股票鼓勵計算得出 如果你想了解00878 或者金融股的便宜、合理、按貴價 我在會員頻道座有投資表可以參考 也會有比較多的描述 以上是0073元大高息低波的分析 如果你有什麼見解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討論 如果覺得以上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不妨幫我們按個讚、加入訂閱 也分享給你身邊的好友 也許可以產生更多的話題 另外也可從影片欄下方的超級感謝中 藉由一點贊助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持續提供更好的影片給螢幕前的你 最後三本來的頻道發布任何資料、會議鍵 純粹資料整理、該部構成、購買、出售、銷售任何投資、參與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影片有任何見解 歡迎在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並點開小鈴鐺 我們將於每週三下午8點準時發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們下次見 掰掰